为了迎合现代人的口味 熏机迎来了它的产业化升级 进入车间呢我们可以看到 熏机工厂已经产业化升级 在继承传统手工艺和品种的基础之上呢 又研发了很多新的食品 现在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产业升级带来的新变化 国防是通过这个火车 这个把国防熏机传到全国各地的 然后呢就是说通过把这个熏机啊 给它小型化 比如说做成素鲜食品啊 把鸡一个一个部位 一个部位 一个部位 单做出来 对对对 独立包装的熏机食品方便携带 选择更多 因此更受年轻人喜爱 得益于科技的进步 大量新产品得以面试 这些新产品延长了熏机的保鲜时间 方便长途运输 真空这块呢就是我们用铝箔包装 铝箔包装呢就是把这个这个鸡呢 周中铝箔 铝箔是一种包装的那种材质 然后进行抽灯空 进行高密据 就是说保障那个这个产品啊 呃这个能有六个月的保质期 可以说卖到全国各地 近些年来随着网购和物流业的发展 零散化的熏机产品更加贴合年轻人的口味 在双十一这个网络狂欢的购物节中 百年美食狗帮子熏机也加入到了商战之中 勾帮子熏机于记忆最深处 是小时候母亲埋进我们碗中的鸡腿 是走亲串友带上的那份情意 在勾帮子 熏机产业链的延伸 安置了当地人的就业 使本地区的农户增收 很多人和石星一样 留在家乡 以养殖进行收益 熏机在腾腾的热气中 带着枣红的颜色和不变的香味 也带着生活的温度和浓浓的人情味 作为熏机特色小镇 勾帮子以飘香的味道 吸引着八方食客 勾帮子美食 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 无论是水馅包子还是熏机 早已成为一种饮食符号 而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 它仍然坚守着最本真的味道 就像这里的人一样 百年坚守 不忘初心